以很著名的一个官司 麦当劳那个官司 一个老太太 到麦当劳里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那个咖啡的温度调的高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 当地的标准都是华氏 好比说155度 相当于咱们大概六七十度的样子 而供应的咖啡呢 是华氏的一百八九十度 相当于我们八十度的样子 就多了个十几二十度 老太太不小心把这个烫了 烫了腿 起了泡了 老太太上来就打官司 结果法院判什么呢 判这个麦当劳赔老太太 好几百万美金 我就听中国人说 要是赔这么大钱 我自个就倒腿上了 到哪都我都认了 好几百万美金呢 我这辈子够了 是吧 然后美国法官说解释 为什么要判这么多呢 他说的很好 他说不因为 是老太太需要这么多赔偿 而是惩罚性的赔偿 我不惩罚你 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中国的商业的 这个官司中 如果没有惩罚性的这种 这种条款 没有这种大额的惩罚 以致他不能承受的惩罚 我觉得我们的未来的官司 会越来越多 我们的发明会越来越少 侵权会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惩罚一定是要有意义 要有效果 对吧 我们今天啊 抄袭后啊 赔偿有人上来就知道就会 打官司一定输 但是他说等输的时候 我已经赢了 我先抄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大企业创新 除了华为以外 大企业你看有多少是创新的 创新真正能做大的就是华为 所以我就非常佩服任正非先生 人是有哲学思考的人 我们的社会如果都能像华为那样 那我们的国家早就非常的强大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惩罚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手段 最有效的手段 一个孩子成长起来 不是你诱导他成长 而是通过惩罚 什么不行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的司法上啊 如果有所进步 我觉得什么时候等我们的国家 能够进入到惩罚制 我们很多侵权现象就会消失